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 7日以证人身份二度传唤 民政党主席柯文哲妻子陈佩奇 事后请回 而陈佩奇9日中午则是在脸书表示 柯文哲在市长任内 帮台北市还债500多亿 市大运开闭幕市以前任市长 编列的预算少支出了数十亿 最近整理先生桌子 发现一张幕僚给他的单子 上面记录他当市长8年 市长特资费700到800万元 全部都给员工当机下奖金勇 因此陈佩奇直言北检 把柯文哲说成一个见钱眼开 收受会落的贪污犯 说他什么钱都要拿 根本是在羞辱他 毁灭他 我不服 我抗议 这是我对一刀刀 砍向我先生 砍向我们家的 司法与不公不实的舆论 要表达强烈抗议的心声 我所讲的每一字 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并在文末强调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来时永不散 北检侦办金华城案 媒体指出民政党立委黄珊珊 以及柯文哲妻子陈佩奇 日前曾低调前往 专攻洗钱的 拉斐尔国际法律事务所 黄珊珊经8日表示 她当天是陪同陈佩奇 去咨询律师 并证实有收到证人传票 用会表决结束后 就会前往廉政术配合询问 最新画面也显示 她仍已到廉政术 黄珊珊指出 她收到的是证人传票 是贪污治罪条例的案由 她会配合询问 并透露本来是和廉政官约上午9点半 但因为有院会议称 民众党有两份提案要表决 表决结束后 就会跟廉政官联系 今天过去 请问议员 针对台中市政府顾问蔡碧如 昨天以证人身份出庭进华城案 对此 今日台中市民进党议员在咨询上指出 蔡碧如顾问争议缠身 不是任市府顾问 更指出蔡顾问是诈骗台中市政府 对此议员有什么看法 以诈骗两个字来形容蔡碧如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去开庭 身为国民这是他的义务 当然他一定有向我们台中市政府来请假 身为议员你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你为什么而来反对 因为他就是民进民众党 你们民进党都是要打民众党 都是那么简单 但是何必呢 他现在是证人转被告了吗 转被告了吗 如果他真的是转被告了 当然台中市政府会有其他的想法跟来处分 这个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以证人的身份 我们说这对蔡碧如很不公平 最主要是什么 做到要死 还要贾到要死 有需要这样 我觉得今天不是替我们蔡碧如顾问来喊话 我感觉说这不行啦 既然为我们台中市做这么多 既然那些人说他是诈骗集团 来骗我们台中市政府 这点我没得接受 请问议员针对于靖周刊今天报导内容 柯文哲收钱地点曝光 请问你对这有什么看法 地点曝光 因为又是靖周刊 为什么不是检调出来说呢 对不对 靖周刊已经一而再再而三 说整次啊 哪一条是真的 我听到大家都怀疑了 重点我要呼吁检调 侦查不公开啊 为什么他们又知道了 他们消息从哪里而来 是检调这边提供吗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还是说错也没关系 台湾自由可以乱讲话 侦查的 检调正在调查的事情 你都可以黑白白 黑白说 每次都是靖周刊说出来 其他媒体都写了一堆 哪不出真正的 我们已经死刑了 我们没有救了 柯文哲已经贪污了 这是事实了 已经判罪了 你爸拜托勒 现在连起诉都还没有 既然这种不死的言论跟报导 满天飞 检调要不要处理 检调你要不要处理 这个才是重点啊 我们台湾的NCC呢 这是你管的 要不要处理 很谢谢东先生今天排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参访 事实上 侦查不公开被破坏掉 不是只有柯文哲的案子 只是因为柯文哲是最新的案子 而且太严重了 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刑太招啊 就之前就讲过说 对于侦查不公开完全被破坏 他痛心疾首 他不是下令要查吗 那事实上啊 法务部调查说 侦查不公开 泄密这个事情啊 他们有非常非常的案子 就说长久以来 他们是有在调查 所以今天不是只有在调查柯文哲的案子 只因为柯文哲 最近这两个月来 泄密或者违反侦查不公开 这太严重了 所以大家只有看到柯文哲的案子 我们很期待今天来啊 是帮我们的法治去补破亡 就是我刚讲的 这是一个长久的问题 而且关心到每个人 今天的柯文哲可能就是明天就是你 所以我们期待 今天来是很有建设性的 我们今天不是针对一个个案 今天是所有的通案 很期待 今天因为中线的这个 很好的一个安排 事实上今天也是在帮我们的这个 法务部跟检察官 大家知道吗 事实上基层的检察官 对于这次的 整个泄密啊 跟违反侦查不公开 他们是沸腾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检察官的论坛 非常多的基层检察官都期待说 透过这一次啊 能够做一个大幅的这个改革 他们也希望说 他们不要整个面子都失去了 他们认为说很多的地检署在查案 没有这个违反侦查不公开的事情 可是北检泄密非常的严重 他们就说有很多好的 包括等一下我们座谈的时候都会停 那时候很多地方的很多地检署都整个动线都规划得很好 他们记者平常也不大能够进到这个箱业检察官的这个办公室去 可是像北检这边听到是什么 记者不只可以进箱业检察官的这个办公室 他们可以随便去翻这个 翻这个里面的一些文件 大家都知道齐凯长久是资深的记者 我组织过电视节目很久 我当然知道哪些人去翻 哪些人去哪个办公室翻了公文 哪些记者去老奖我都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说 这个乱象老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 而且法务部也长久希望说立了那么多案 他们希望可以改革 那可是一直都成效非常的不张 所以我们今天来是很希望就是说 赶快把补破网把它补起来 那第二个 这个会期是预算的会期 我们今天要非常清楚跟法务部讲 你包括检察师1亿多的这个议算里面 都还有教育的议算 教育议算里面都有强调说 要把这个政策不公开 这个事情要贯彻的 那甚至要到国外去参访里面 都编了非常多的钱 那为什么成效会不张 等一下会聊一聊 如果今天法务部长跟北检这边 没办法提这个比较具体 怎么去把这个乱象把它解决的 我们在今年审议算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非常 我们要非常明确的讲 既然人民纳税前 要你把政策不公开做好 维持我们法治的基础 连这个都做不好 那这比预算很抱歉 我们会大幅的闪走 台北地宴昨天裁定 掩押柯文哲 台湾民众党表示 强烈的遗憾跟抗议 我们强力支持律师团 尽快提出抗告 陈佩琪、陈寗医师已经表示支持了 两个月前 柯文哲为什么会放弃提抗告呢 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是他说我可以配合北检 可是请北检好好办案 第二个他对他自己非常有信心 他说他没有拿金华城的钱 他经得起考验 可是你看最近这两个月来 检察官跟清丽的媒体变成连体赢了 检媒一体每天放话每天变故事 谋杀柯文哲这个人格 柯文哲不能够再持续这样一直挨打下去了 所以我们支持律师团提出抗告 柯文哲这次提抗告的可能性应该也是大的 我们也呼吁司法 司法最近民调这个支持度一直往下掉 而且你要办柯文哲的案子 请注意到司法一定要公平 程序是要争议的 你如果有证据 请你就赶快起诉 没有证据请放人 作战式最字幕 threw下留意 кож热 3